有一名日本网友在社群平台上爆料 在超市购买的小鱼竿里面 竟然混入了螃蟹 章鱼 海马 甚至是河豚的幼苗 不慎摄入河豚毒素 严重食甚至会死亡 这引起了食安的疑虑 此外中国央视也曝光了柳超标的枸杞 商人为了把品香不好的枸杞卖出去 利用了硫磺增色的歪脑筋 官方已经下令了要对负责人祭出严厉的惩罚 我们之中竟然出现了叛徒 日本网友在网络爆料 在超市购买被称为缩缅杂鱼的小鱼竿 里面竟然混入了螃蟹 章鱼以及海马等异物 更可怕的是 居然还有疑似河豚的幼苗 有很多心疼 但是在写真上搜索 也就是在网络上搜索 也就是在网络上搜索 这就是网络的风格 由于河豚含有剧毒 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引发呼吸困难 严重甚至可能致命 这种小鱼竿 传统生产过程是依靠人工挑剪 因此常有疏漏 但现在已经有日本公司利用AI技术 更加精确地检测出杂质 希望可以实现更先进的品质管控 在今儿硫磺的这种薰制之下 这些枸杞现在的颜色 非常的鲜亮漂亮 但是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闻到 它刺敌的这种味道 作为中国甘肃与青海名产的枸杞 中国官媒央视罕见踢爆 传说中利用浸泡胶亚硫酸钠 以及硫磺薰制枸杞 来提涉争验的生产方法 果真确有歧视 农烈刺鼻的气味让记者差点崩溃 大四瓶级还是龚野 流芳杀的一些 龚野的品牌子 龚野多少钱呢 你卖 两亏钱嘛 龚野的便宜 白天都不改凶 因为原味其大 味道 这么一个风格环 大陆奥尔鸯 哦 多分到二 无良商人为了节省成本 选用更便宜的工业硫磺熏制 因内含有毒的重金属生会损害人体干渗功能 消费者在购买时需要多加留意 官方更誓言将严惩这群无良商人 记者陈明骏邓邦关综合报导